大家我是賴尚 请到我在3月1号的时候 线上考试 然后有考到PMP 然后成绩是2A 然后今天分享的部分的话 我分成五个部分来做分享 那第一个是学习历程的部分 就是我是1月20 1月3号的时候加入这个课程 然后在2月5号的时候 参加了实体总复习 那2月13号的时候 有考了90题的模拟考 那时候分数是64分 然后在2月23的时候 考180有解 那分数是68 那2月26的时候 念完三天之后考了五解 那考了62分 然后原本是预计 要在2月28号的时候上场考试 但因为觉得180五解考的不太好 所以多准备了一天 所以后来考试就往后延了一天 到3月1号才开始才安排考试 对 然后过程中的话 我是在就是在念书的期间 就是我基本上主要做的事就是会被49个字过程 然后会被ITTO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一直用不可牌去看 那我觉得不可牌会是一个很有效的东西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把它拿出来用 因为它正面背面就很清楚 就是包含而且还有很好用的那个一字诀 我觉得在初期背诵的时候会很有帮助 然后在1月加入课程 其实我有参加了一次团体辅导 然后我觉得初期很建议大家先参加一次团体辅导 会大概知道准备这个考试可能会有一些小帮助 就是包含前期的准备的部分 还有中间你要去怎么背得更快背得更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有参加 我觉得帮助蛮大的 然后2月13号我考完90题模拟考之后 我就会我就一直在看大悲咒 然后总部期跟十大过程的总整理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对我来说帮助很大的地方 是在十大过程总整理的部分 就是每一个章节前面 都老师都会特别去讲那个关键效益 然后这关键效益其实很有助于你去 把你前面背的49个之过程 中间的东西还有ITTO 尤其是ITTO让你去做融会贯通 就是它会跟你说其实什么产生是什么 所以其实到这个部分 就不太会变成是十倍 你就会变成是会是理解说 这个东西它还是做这个东西 然后它会需要哪些工具 那投入会是什么 然后产出会是什么 对 然后考完90题之后 我有参加了第二次的团体辅导 那团体辅导这次其实就是比较做新一件 因为其实觉得考得很差 因为90题的模拟考跟前面我们做水塘稿的提醒跟难度 我觉得有明显提升 那我考64分这个其实之前我有 我考了一次好像没有几个 好像是58吧 那考第二次好像才64 原本DAP上面是建议大家就是70分才开 但因为我即将在 我那时候原本安排是2月28年假要考试 所以我就提早把它打开 然后做LL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就做了三次张姐测验 那其实做到后来有点心虚 因为张姐生的分数就互高互低 然后你会原本觉得好像之前写的东西会写 因为考题会很火 所以会变得有点信息就有点低落 那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又参加一次团体辅导 所以我觉得参加团体辅导很大一部分也是做新兴的建立 然后在我这段我念完之后 我就在2月26号考了180.5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这个 这份考题 我应该可以考至少 也要有65分 结果考完之后 我只考了62分 其实那时候对我心惊打击 超级大的 对 然后我一度就觉得 那我228是不是要 真的要考试 怕考不过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对的事情 就是我上了PS Access 然后PS Access会有 之前学长姐分享的 就是团体辅导的影片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位学姐的影片 然后看完之后 就是其实就对我心惊有很大的帮助 对所以这大概是我的历程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过程的部分 那有些会到 其实就前面有讲到 那我这边会分 就是分点来说明 就第一个是 在准备过程中 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动机 是我这份考试 我基本上 因为费用比较高 所以我也没有让我自己能 重新二次考试的机会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抱着 我一定要一次就考过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给自己有一个目标 其实我有点是想要考了这个之后 我要就是做转职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我很强大的动机 但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动机 会让我在面临事件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朋友邀约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很知道说 我要拒绝朋友的邀约 然后选择我要回家念书 坐在电脑前念书 那我运气比较好是我1月 开始看书 然后刚好 卡到了一个过年的廉价 然后还要考到一个 228的廉价就前几天 所以这两个廉价 基本上我都没有出去玩 我就用廉价时间 去把平常上班 因为上班下班很累 所以基本上 把那些时间不足 所以我考试的时间 看起来就比较短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强大的动机 可以让你就是很确定说 遇到事件的时候 你会选择要 就是愿意学着念书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要设定目标 就是你要给这个期限 就是你什么时候要考到 那这个就会push 你的念书的进度 对 然后就我在一开始念书 其实我有设定一个课表 就是我预计 我什么时候要上完什么课 然后什么时候要去上总复习 所以这两件事情 就会相辅相成 就是我预计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会往回推 就是时间了 就是我们可能 有学到实证观点的时候 有学到就是要 回推回收去 设定自己的时间 那所以我就是照着 我这个我自己的时间表 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前面很多学长姐有分享 其实仓后有SOP 可以参考去安排你的 你自己喜欢的流程 跟自己喜欢的节奏去念书 那有设定目标的时候 你就不会 可能今天下班 你可能会很犹豫 或要不要念书 但你有什么 可能就会知道说 我今天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就会比较按部操课 你也不会很慌乱 对 然后再来我觉得 可以找到一个学习动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很棒 因为我那时候找了 有找一位朋友一起 一起报名 然后就一起念书 那就会进到互相督促的功能 因为我们进度会差不多 所以当你落后他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那我可能要找什么时候 把课程补足 那彼此也可以讨论就是 可能在学业上面遇到的难点 那第二个就是 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会告诉大家 我来准备正照考试 那我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是 第一个就是让大家 就让周遭 朋友们还有 就让他们知道说 拜托不要吵我 就是这两个月就不要找我出去 那活动就先 就是bypass我 就是让我好好念书 那第二个也是让自己知道 就是大家都知道你要考试 那你已经跟大家宣告 跟大家说 那你就会更觉得不能不考到 对 这是我在准备过程 我觉得我目前的三大点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 我自己很喜欢用的 我觉得后面帮助我很大的教材 就第一个是总复习 那总复习我觉得最有帮助的 就是解题技巧的部分 还有考题资讯 因为总复习 而且一定要 我建议他一定要去上实体总复习 因为线上课程的总复习的版本 不一定每次都是刚好最新的 但我觉得常常很棒的是 他会假如你去上实体总复习 他会再把最现在最新的 那本总复习就是提供给我们 那他就会是很符合 现在可能考试的资讯 所以我会非常推荐 大家一定要去参加实体总复习 然后我就会一直翻那本总复习 那我考试 因为我不是有说 我考完五节之后非常没信心 就是那两天我还是一直走看总复习 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实大知识总整理 就是我特别会去 就是我觉得老师前面 在每个过程的前面 会去讲那个关键效益 那那个就很有助于 我在后面就是去背ITTO跟 就是ITTO的地方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的融会贯通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棒 那再来就是大背咒 因为大背咒我觉得是实大知识的 总整理的加强版 而且因为实大知识 只能看一次 那大背咒它是可以一直看的 所以看完实大知识的话 我觉得就是会建议大家 可以一直看大背咒 那它也是可以很帮助 就变ITTO原本会背得很痛苦 那看了这个之后就会觉得 其实你看到什么 就会知道它大概会产出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背咒 也是我很常用的教材 就这三本我觉得 一定要强力推荐给大家 然后再来是信心建立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因为 我就刚刚说我在做章节测验的时候 做到我觉得非常的 我好像念得很不足够 或什么信心非常低落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 尤其还有在180题无解的时候 尤其这两个部分 当你考完你可能会分数很低 因为像我自己分数很低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痛苦 但我觉得这要导致一个观念 就是学长姐有分享过 就是考题是为了让我们做license run 然后去了解我自己哪个地方 可能不够熟悉 然后就去补处那个地方 那考题到底答案是什么 或是你有没有做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不要纠结在上面 因为会让你越来越在那个十五通打转 所以我觉得要建立一个正确关系 就是我们考后面考章节测验 180题有解无解的时候 分数出来 就是只要达到教练说可以开打 开答案之后 就是专心做license learn 然后不要太过于钻牛角尖 然后再有些考题 他会非常的很奇怪 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也不要纠结 然后再来我会建议就是在曲组上面问大家 或者是问朋友 就是像我有找朋友一起考 我们就一起讨论这个题 然后可能有一两题 的确可能出的不太好 你们就会说那不要理他了 我们就不要看 对 所以我觉得考题的部分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适时参加团体辅导 我觉得很没有帮助力的是 你会知道你的分数 大概会在什么状态 那就比如说我上考完185节 信心非常低落的时候 我看了编砂车里上面一个学期的分享 那那时候就看到他的180题5节 第一次考了50几分 但是他还是考上了 那其实我就有被建立到信心 我就觉得我好像考62分 也是可以考上的 对 虽然那个时候学 那个学后来考3A 我只有考2A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第一个是这样 就会让你自己不会说 就是被打击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吸取经验 因为像总复习这件事情 也是我原本有在看 那后来我会一直看 就是因为学姐说总复习很有用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们觉得那有用 那我们就试试看 结果后发现 总复习真的 对考试超级有帮助的 对 那这三个是我准备考试的一些 后来觉得我很有帮助的部分 分享给大家 再来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考试的部分 因为我考试的时候 发生了两个意外事件 所以我考试的情绪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出来之后我完全没有在没有记得考试考了什么东西 然后在考试都目前我那天考题我记得 我觉得这是至少应该甚至有到99%全部都是情境式跟混合式 所以那个题目都很长 所以基本上你背不太出来 那考题部分就是情境任何的事 所以他不会几乎没有考ITTO 但是你要软会宽动 因为他会一个题目可能会需要让你知道前因后果 所以我觉得ITTO真的不用死杯 但是就是看总部习 然后再看大倍总 要把它融会贯通之后 你就会有办法解题 那再来就是总部习的解题技巧 真的很有用 就是老师有讲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中用之道 然后谋定后动跟自助忍住 那因为我觉得PMB现在考的就真的是 考PM在实际上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你应该去怎么解决 那这三个其实就是真的 在当PM的时候 本来就应该做的方式 所以考题就会还是以这三个去解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这三个真的是很有方式 所以总部习一定要参加 一定要看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他都是情境混书 所以题目真的都偏长 所以一定要看同题目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做题目做很快的人 老教练那时候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先看答案再去选题目 那这个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像我刚刚说 我解题解很快 但是我就会很容易被骗 因为他是情境混书 所以有时候都会塞一些小小的陷阱在里面 那你去看了答案之后再回去看题目 基本上你就会先知道他可能大概要问哪一个方向 你也比较不会被题目骗 那第二个部分是你可以缩短一些时间 解题的时间是你看题目答案之后 你再去看题目就会知道你要看哪些关键字 就会比较快速的能让你看同题目 然后去解题 然后再来就是要 我觉得要善用考试的工具 那因为我是线上考试 所以他在考试前有几分钟是可以练习的 然后建议大家那个时间一定要练习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也可以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 萤光笔我就会画在 可能是他就会像问你 你未来要怎么预防 我可能就会把像这种很重要的关键是 问你预防还是现在要怎么解决 这种关键就画起来 然后删除线很有就是 你就直接把看起来就绝对不是的答案 就赶快删掉 那你就会很快速的就是二选一或是三选一 对 然后再来就是考试的时间 一定要先预测 然后再练习再练习 考180的时候就建议 因为建议有学长姐分享 就是考180 他会拿来当正式考试的模拟考 所以他就会去测那个时间 然后像我做原本考180 我考了三次180 就是两次游解一次误解 这三次的考试经验 就是我都会剩大概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但是我实际在考试的时候 我却做到最后一秒钟 我把时间完全用完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练习 尤其是假如你们觉得自己解读速度不多快的话 一定要练一面 到实际考试的时候 你会完全没有时间 然后会很慌乱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线上考试的时候 面临遇到的两个问题 那分享给会选择线上考试的同学 然后我觉得线上考试的好处是 真的是你最后一天 前一天在预约考场 就预约时间基本上都可以预得到 因为它都就15分钟一个梯次 但是我用我跟朋友差不多时间预约 但是我们两个出现的时间段不一样 所以时间段的掌握就也不要抓得太死 因为像我们原本想说11点多开始考试 但他就只能约到10点多时间 但我们两个相隔不到5分钟 我再去预约 我就有11点40几分快 11点45分的时间可以选 所以我也不确定这个到底是 他们的时间到底是怎么配的 再就是像我那时候约11点45分考试 然后我11点15分准时报 因为它30分钟前准时报到 但是我过程中一直等到12点15分才考试 然后我上面有两张图 左边这张就是有一个URN 那up next的这个图 就是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十几分钟它就会跳出这个图 然后它上面就会出现一个 We are story 就是不好意思你的考试没有被开始 然后它就叫你点这个地方 那就跟它这个表点 就也不用点 因为你只要下面的列队是正常在走的 它上面那个好像是 我猜啦 上面那个提醒来应该是5到10分钟 它就会直接跳出来 就是它是一个知识的 那这个部分不要紧张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紧张 因为我就觉得 我的考试好像失败 还是不能考试 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遇到了 两位考官 一位考官是 那时候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跳第一个画面的时候 一位考官先进来 然后先问了我的考试环境之后 就突然 它下线之后就突然就跳到右边这个图 就是有问我的联系有问题了 然后我的列 就是等待顺序又直接掉到第十位 然后 就是情绪会真的很大受影响 但后来发现就是它也是 就是不知道不确定 但是它就是后来又重新列队 然后又排到第一位 然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位女考官 那他就叫我开镜头 然后检查桌面 然后就开始考了 那这个状况 我后来问朋友 其实不太一样 然后一个朋友 他就是只有一位考官 他没有两位考官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是女生 我不确定 这个他女生被问了很多问题 那我有点联想到 就是之前我有看学姐的经验分享 就是像在考试过程中 他只要头有歪或什么 就会被考官提醒 但我自己在考试过程中 我虽然也有注意 但我也会做一些可能稍微歪头 或者是可能手托着侧脸的动作 但考官就从来都没有跟我提醒 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女生 因为考官都印度的 但这个材质就是考官都是印度人 所以可能对女生会比较更有防备性 因为那个学姐也是女生 所以我自己有这样的联想 所以这个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在考试过程中 还遇到一个问题是 我考一考之后 我的浏览器突然自己打开 然后我的考试的系统就当机 然后我就按了关闭 然后他就旁边就突然出现了 五六个视窗 然后我点了之后 它就全部消失 然后那时候我就超紧张的 然后后来是直接重开了软件 然后就连上去 然后我有问考官说 我可不可以继续把这次做可以的 所以假如有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我建议大家就第一个事就不要紧张 就先把软体全部关掉之后再重新打开 那他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就可以连的回去 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其实像我这两个状况 我都有去点就是点到那个这个软体的网页去 想要跟他们的服务人员做聊天 就是做线上询问动作 但没有一次是能跟他们聊到天的 但是全部都在那个转全圈都在等待 所以我觉得大家假如有要现场好事 可以多也测一下就是这个软体的官网的 那个聊天功能是否正常 或许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也不会的话你有办法问到问题 好我的分享目前是到这样 好谢谢上卿的分享